你看到謝志偉他真的 他所有臉書的發文 他講的這些話 九層塔啦 B Nation啦 然後講一些中華文化啦 五個月前就開始了 五月天啦 我就說他就是腦殘 賣疫苗給台灣政府 否則就是違法了 很重要所以寫三遍 BNT最終就等於是 賣疫苗給台灣政府 成語三遍 您看到這邊如果還不懂 我們再看到這個 真是讓我今天早上看到 我真的大吃一驚 他也重新提出了BNT的心結 BNT他說在他而言 還有另外一個意思 就是B Nation Taiwan 就是成為 台灣成為一個國家的意思 這下我就看懂了 通篇只是想要表達 第一個他對蔡政府的效忠 再來就是他的政治意識掛帥 而大陸就是那個壞人 所以我就說他就是腦殘嘛 你就把人家BNT Biotech的 那個名字改成B Nation 就你想要台灣獨立 你想要去搞那些意識形態 在隨你那是你的自由 但你不要去改別人公司的名稱 這很沒品啊 其實自由可能會影響到 這之間以後的合作欸 對啊欸 你覺得這樣子的人去跟BNT談判 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動不動去改人家的名字 就是很糟糕的一個 我已經不知道在怎麼形容他 總之我覺得我是BNT 我看到我會大傻眼 我會覺得說我BNT的名字 我有自己的名字品牌跟創立的原因 為什麼你要把我改一個名字 然後拿來做自己的宣傳呢 所以你就知道為什麼 這個謝志偉在德國做事那麼沒用 BNT都談不攏 你欸你靠這種250在德國 你覺得能夠幫我們談到什麼好的東西啊 不可能嘛 他通篇意識形態 他就是只是在講說 台灣什麼時候能夠獨立建國 完全沒有注意到邱毅人 已經告訴大家說 台獨不是台灣人可以單獨決定的嗎 完全沒有注意到美國的這個形態 所以你看到謝志偉 他真的他所有臉書的發文 他講的這些話 其實你會發現 如果真的有什麼樣的一個細節 是跟採購有關的 他不會一直充斥這種意識形態的東西 在裡面 整個過程當中他有談到 他如何去跟德國談判嗎 沒有 他有談到細節上面而言 他們整個歷程 比如說幾月幾號見了誰 幾月幾號談了什麼 中間真正遇到什麼問題嗎 沒有 想一些什麼九層塔啦 B Nation啦 然後講一些中華文化啦 哇 五個月前就開始了 五月天啦 對啊 就是這些東西他想要什麼 漁目混珠嘛 讓你沒有注意到 他根本就是懈怠 然後完全搞不寻有狀況 然後他就是訴諸一些 跟他自己的同溫層 就會說哇 好棒喔 謝志偉在搞台獨 所以我要支持他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事情而已 可是問題是 台灣人民現在需要的是這個嗎 我們需要我們的祝德大使 在做不分區的大使 在臉書上面發表一些 政治意識形態的言論嗎 不是吧 其實你就說穿了 就是因為你無法幫大家解決BNT採購這個問題 所以你需要找更多相關的一些話題 來遮掩你自己的無能 坦白說就是這樣 為什麼 謝志偉的臉書被灌爆 就是在昨天也是同樣施打完高端疫苗 在後來傳出不幸的 這一名桃園的陸性作家 那第二例就是剛剛講到的 昨天施打完今天早上的11點多 被他爸爸發現昏倒在浴室的39歲 新北市盧州的這一起死亡個案 這兩起資訊提供給大家 那我們剛剛要繼續講下去 謝志偉的這個更多的資訊 因為剛剛時間的關係 我們只能挑裡面讓大家最不能接受的幾個重點 那我看一下還有沒有 大家對於這個個案有更多的 疑慮好 目前應該都還好 只是他們想要聽這個個案的狀況 那我們剛剛有稍微跟大家說明了一下 那好 謝志偉在上一篇的這篇po文裡面 還講了些什麼內容呢 在這一頁 其實基本上我們只是要證明給你看 是謝志偉要給李貴民立委的一封信 不過這裡面呢 其實他有特別講到說 他跟BNT採購疫苗 不是今年5月才開始 他在今年的1月13號 白天就接到台北的電話 當晚就去跟BNT來洽談了 不過今天李貴民委員他有特別講到說 你看謝志偉這邊還可以開玩笑說5月天 我也很喜歡5月天 但再怎麼喜歡也不能說 5月之前的日子全部都算0天 結果李貴民委員說 明明從去年開始 我們政府就已經開始洽購了 你怎麼到今年的1月才接到政府的電話 而且是接到來自台北的電話跟你說 你要準備來洽談了呢 那你在這之中到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而後面就是我們剛剛說到的 裡面去講了很多他的地位 他的定位 在這一次買疫苗裡面有多重要 而至於這一些真的是幫我們採購到1500萬劑 總數的民間團體們都只是後面接手的 簡單來說就是他是開路先鋒 而後面的這一些民間團體就是走著他們 他應該是說他去開辟開出來的路 也因此這篇會讓大家覺得說 你謝代表現在如今還在操作這樣子 明明知道自己已經要負一些責任了 不過你不只謝責 你還可以用另外一種轉移的方式 好 改為是要邀功來鞠躬 而且還因為其他的立委要質疑您 說是不是有鞠躬邀功的嫌疑 他再去特別針對性的去槓立委 那我想在今天之後 謝志偉大使代表 他可能要去立槓的民意代表 還有網友三名可能就會多很多了 因為他的一語成稱 現在也顯現出了 是不是在高端上面 真的還有很多需要跟人民交代清楚的 我們剛剛也看到他有講到說 畢竟如果他很擔心今天真的高端出現 什麼樣的狀況的話 是不是就會導致很多其他有心人 會污蔑 污蔑完之後 還說怎麼會有這麼多人打高端呢 結果現在這句話一語成稱了 在今天我們不只要看到謝志偉 謝志偉代表我們看到 是蔡政府是如何的用硬拗的方式 幫自己來解套 那我們剛剛看到的是明明在BMT 他到底在其中又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如果您是現在才加入的 我還是不禁想再讓您看一次最後這段波文 這段波文就是讓我覺得最瞠目結舌 最難以接受的就是BMT對他來說的另一層解 B Nation Taiwan就是台灣成為一個國家 換句話說就是他把人家一個藥廠BMT這樣的一個縮寫 去硬曲解為台獨 去盡情的發揮他的政治意識形態 不過今天去做這樣的B Nation Taiwan 當然看的我不知道蔡政府心裡要怎麼想 但是如果具有一些國際官還有國際事務的實務經驗的人 都會覺得哇你這樣可是大不盡 您今天去篡改了人家的企業名稱 或許您可以說今天的旺旺中時 您要說是幫中華民國台灣來發揚光大旺旺等等 你要怎麼去曲解別人的名字 這其實對於公司來說 尤其是國際的大公司 是一種不尊重的方向 而且您還不是只是一屆可能國內的立法委員 連國內立法委員都要負責任了 何況你今天代表的是台灣在德國這邊的窗口 而你去篡改了人家的名字 這要人家怎麼接受呢 請您點讚 你們 有